人类经济活动对环境破坏 除了可以从山林滥伐有迹可循外 覆盖地球七层表面的海洋 也是另一个重要生态指标 一群海洋学家近期在百慕达展开深海探测计划 透过观察海床情况 了解海洋生态健康与否 而叫人担忧的是 人类过度捕捞 已经为海洋物种带来极大破坏 预计需要数十年才能恢复原状 专家警告 是时候停止破坏 避免形成更大灾难 这里是距离百慕达十英里外的大西洋海域 放眼尽是一片蔚蓝 海水看似干净 但是我们的海洋 是否真的如表面般的健康呢 一组名为Necton深海科学考究队 就潜入到海床一探究竟 海洋健康与否的标准 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探析 一是生物多元性 二是珊瑚礁 学者发现在150米深的海床 珊瑚礁大致健康 拥有丰富多元的小型鱼种 但是大型鱼种几乎不见踪影 学者初步认为 人类过度捕捞活动 已经对海洋生态带来极大的破坏 严谨情况逐渐恶化 学者呼吁人类必须要立即采取行动拯救海洋 以免为时已晚 这项欲为史上规模最全面的深海科考活动 将持续到8月中期 研究范围涵盖了北大西洋公海和加拿大海岸线的海域